內陸的內新社區發展協會 日前舉辦了會員大會 藉此選出新年度的理事監事等人選 而有踴躍的出席率可以看出 社區的相信力相當高 相當團結 今天福安大會一年一遍 就是在檢討大會 再來就是選舉 選理事長 理事 感受 今天出席率這麼好 也看到我們來新社區的相心力 真的好樂 真的團結 來到北区 不管是來新 來新 能力 都真的團結 真的好協 將我們的福利站做好起來 讓大家處處充滿的希望 處處充滿的快樂 目前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是內心理長曾登玉 理長認為 協會最重要的是 社區內的關懷據點 目前老人化越來越嚴重 期盼讓據點發揮應有功能 照顧好社區老人 讓年輕人可以放心工作 打拼事業 像我接任我們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就是要來推電到社區 要讓我們重點就是關懷據點 讓我們整個這個店部的事長 因為這次老人化越來越嚴重 我要讓我們為了讓我們這些事長 可以出在外面賺錢 可以對家的事長沒完沒路 所以說我重點就是放在我們這關懷據點 要讓我們這些店部的事長 有一個休閒的空間 從頭到頭 直接吃一燙燙 再回去休息 也很感謝我們的技工 辛苦 議員曾正言表示 社區內的活力戰 平時為社區的長輩們規劃了一系列豐富的活動 包括運動 寫字 編織等 中午更會為長輩們準備適合他們的飲食 讓長輩們的退休生活精彩又豐富 來興社區內 都辦活力戰 平時都有讓我們這些鄉親市長 來這裡運動 寫字 編織 跟勤贓的跳舞 中到時在這裡的長輩活力戰 在這裡的用餐 平時在這裡的老伙子 順便做照片來這裡運動 不然有時候在這裡煮一個水餃 還是煮一個給人吃 也覺得比較溫暖 讓社區充滿了那種溫馨的感覺 當天的會員大會 成功的選出新年度的理事與監事 也將於12月23日選出理事長與總幹事 期盼未來社區的會晤及發展越來越好 讓社區的民眾與長輩更幸福快樂 民意新聞林佳慧 南投採訪報導